我只是想跟各位讲,拒绝根本不是在拒绝,而是在当下的时空,背景,环境,它就不适合答应你,我要来参加任何的会议,就我只是想表达这个概念,所以请大家放开心胸,大胆地散发魅力,就算欢迎你来到我的神会,来到我们的分会,你会有一种别看身边,一种打开视野的感觉,不管你成就多大,你都要来看一次,就这样我就觉得好,好不好,这是我想我的邀约来的问题, 那其他部分我会用给自动,在这一次会员统训练,他会跟你讲更多,关于邀约这方面的关键,好,那我这几件事就说完,最后一件事是引件,引件的部分,这是新会员需要很了解,因为确实我们在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做得很彻底,引件大概有三张,引件大概有三张,第一张是我要给你引件,白脸是要给你的, 第二张是给分会备存的,因为他们要上传资料到我们的卡面团里面,去记录每一个人,给你引件,然后第三张是你自己要留着,那我们可想而知,他这样设计是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民族卷我给你一笔引件,白单给你,上面是不是有姓名有电话,那当然这种层级就是低,就是低,就是我只是给你姓名电话,我什么东西都没说, 比较高的地方我会这样讲,说民族卷我已经跟他聊过了,我已经跟他这么讲,我已经了解到什么程度,我把足够的情报传递给你,所以接下来我会请他跟你联络,请问你请对方跟他联络比较好还是,民族卷你要记得跟他联络,你决认哪一个等级比较高,请对方跟他联络,所以这个表完全就在衡量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做到什么份上,就是你的温度到几度, 然后民族卷才知道,我跟这个人,我是要以刚接触的状态谈,还是要以已经谈了差不多的状态谈,这是不是都是我们要做的功课,那这个白单你拿到之后,你要负责,当然如果我做得好,他会打电话给你,如果他没打电话给你,你就要问我,大叔,你跟朋友说要打电话给我,我还没有接到,我们这个单子是要彼此互相做check,互相做确认的,大叔,你跟朋友打电话给我还没打,他说,OK民族卷,我帮你问一下什么情况, 所以你一定要有单子,你才会问我,这个案子怎么样,这个片子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是,有可能我给他之后很忙,他忘了,我也忘了,所以你有一张你要背纯,你自己要留着,我曾经给过,还没有说,我介绍周正哥给你,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落,我去翻一看这个,我就可以问你说民族卷,这几月几号,你记不记得我给你一笔引戒,你联络了吗?啊,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你得有一张,你得提醒自己, 你曾经给过谁引戒,你稍微关心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度,不管谈成,没谈成,你是不是都要有一份进度,那没谈成是什么原因,是没有需求吗?还是怎样怎样这样,那谈成呢OK,谈成他要写感谢卡,这里面有提到感谢卡,感谢卡是一张白胜,感谢卡在上面你只需要,他比如说成功之后,他比如说举个例子,这次我们有会来参加我们课,我就只能写感谢卡,感谢, 蔡秋香,就这样,该笔引戒价值多少钱,不需要写我是谁,因为感谢卡的概念就是,你写感谢卡,只是对方会在他的,在他的套示表他会出现一个金的,他就知道OK,我这笔引戒成功了,所以我们的会员只会看到金的,可是你看不到谁给他Case,对不对?那配方那个东西是另外,因为他讲出来是谁给我的, 可是他也可以不讲,对不对?可是大家一定要去一步去想,为什么不要讲?你去想啊,万一我们有会员特别穷,真缺钱,他说,哎,配方,你做了一个60万的Case,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啊?对不对?钱不漏白吧?你赚再多钱,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我赚多少钱吗?对不对?所以只需要在你的后面有一个引尖金额,但是不需要告诉别人到底是谁给你的生意,只有你跟对方知道,我们彼此完成生意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我引键中正哥找你做物业,对不对?然后OK,他签下来了,然后你就说感谢大树,就写感谢大树,假设你是外部资源,感谢大树,感谢大树,就完成引键,就感谢卡,然后该笔已经进了,假设100万,就写100万。然后但是没有写你的名字,那大树的这个单子上面就多一个100万出来,其他会员就知道,大树帮我们的会员完成了一个100万的Case,可是到底给了谁,你们不需要知道。 各位有没有听懂他的系统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去追踪你的引键呢?你想给别人的生意,是不是要用点些?诶,明珠姐,联络了吗?你们谈到什么情况了?需不需要我帮忙?因为我的心愿是什么?希望你们两个人成交嘛。不然我给你一件什么?做做样子,诶,有哦,有给你哦,哪来的?电话黄页撕下来了。不是为了交差嘛,是为了希望你们成交嘛。 所以这个引键呢,它是有多成一的,就是分分会备存一份,就是你到底给了多少引键。对方会接受一份,请你要去联络,或者是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什么?你自己要留着一份,你要去追踪,你曾经给出了引键,它到底进步到哪里了?有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真的帮助会员完成案子。这就是VM的系统了,你要帮助会员完成案子。这种感觉多好。你这样去帮别人,别人也这样帮你,感觉好不好?就是,明珠姐,我帮你介绍之后,我还中间帮你摄影。 然后最后帮你完成。你看我最近跟大纪元书发就这样配合了,就洪佩宇。我们去跟楼下的辅侖饭店,简经理谈了。我说简经理,你看,我们都说好朋友,你可不可以订一下大纪元报纸。我在下面这边搜一页,其实这是他的业务。这是他的业务。我就在那边讲讲,OK啦,我就订三份,你看,多好。就我帮他做业务,成交的是他。那这样他会不会觉得,啊,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对不对?那当然他自己讲也可以。 所以我们会员尽可能要去多协助我们的会员,如果你有给人家引荐的话,多去做一些促成的动作,让他们快点的够合作。当前提是,双方都需要对方的业务。如果是不需要,你也不要勉强,对不对?因为你记住,我们的道德规范里面是,你要照顾冷静关系。什么意思?我们还要问一下,我把周正哥介绍给明珠姐。可是呢,最后呢,你们并没有成交。那你为了照顾我跟他的冷静关系, 所以你怎么样给点让他舒服。不要到最后就是,完了之后,他对我有意见,我对他有意见,那你就没有做好。就是即便声音不成,你要维护我跟他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结果有任何人的念教,所以不管成不成一点,维护会员跟这个来宾之间的关系。不要透过你之后,他们两个人开始吵架了。所以,所以你看道德规范里面都要讲,你要,对不对?维护会员跟来宾之间的关系。所以,双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太厉害的口碑行销系统。 口碑行销这件事情,我已经听了二三十年了。我以为我知道了,其实来到毕业班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就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知道的口碑行销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东西做好,讲到道修,这只是最基本的口碑行销。知道吗?那毕业班做的口碑行销是真的很有系统的口碑行销。那种口碑行销完全是建立在信任感。我相信你,所以这个Case给你。我相信你,所以我带你去谈。好吧,这些是,我看我已经讲了多少时间, 现在几天几分钟。OK,差不多了。我就讲说,我讲了4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在座的这几位新会员,还有我们的咨询会员,大概都理解新会员训练怎么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因为有一天,我可能就需要你帮忙,云智请你帮我训练一下这位新会员。讲什么,就讲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就够你讲一个小时了。对不对?没有好解答。对。下次有个新会员,我说,周恩哥,你帮我做新会员训练。讲什么,就讲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就够你讲一个小时了。对不对?没有好解答。对。下次有个新会员,我说 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没有觉得分会很健康?因为大家都懂,而且还能教别人。就漂亮了,我们很快就白金了。白白金,Double Earth,对不对?送白金分会。这个目标不错。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到这,我们知道我们要讲几句。我很好。我简单的讲几句,其实我常讲,如果你是来交朋友的,你是来吃早餐的,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那么少。 我们真的是为自己的事业做一些认真。那我再加几个注解好了。其实刚刚讲的那个60秒,那个60秒就像我们江河大哥一样。我们的60秒,我昨天听到一个故事,这也是我在下礼拜一要分享的。那有留下来,你就先听。在新竹有一个分会,那来了两个来宾,都是银行业。一个是台信银行的他们分行接力,那另外一个是另外一家银行的分行接力。 然后他们没有加入BMI,就是他们离开了BMI之后,就是他们就是被邀约来这样子。后来啊,在新竹有个大地主,他想要做一个土地开发行。然后就跟银行,那通常投资客都不太用自己的钱去做嘛。然后所以就跟银行要做资金上面的做那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做这样的动作。然后他就问了他们的银行的,因为分行经理跟他们很熟,他就说, 我做这个案子,我需要认识一个建价师。就是房屋土地的专业的建价师。这两个银行业的经理,他参加过新竹的BMI,刚好新竹的BMI里面有一个建价师。有一个建价师。所以这两家银行的乡里,同时推荐了这一位建价师给这个金主。都不认识哦,他也没有听过,他只是因为来参加BMI的会议,见到他的60秒。然后他, 当他的客户跟他提说,你有没有认识建价师?哦,有。我曾经去参加一个会议,有一个专业的建价师,有一群人帮他做背书。所以你应该可以去找这个。你看,就是一个陌生人,他都愿意帮BMI会员找生意。那为什么我们的60秒要很专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对60秒有两个作用。专业程式有两个,主要是希望大家做两个功用。 第一个是能够教育我们的会员,就是你要教我们的会员,谁是你的客户,你可以提供什么好的服务给他,让他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是很讲的,像明珠姐,我现在对他可能,因为我没对他一对一。然后,他应该,我希望他教我,怎么最简单的,遇到我朋友,那他什么样子的朋友是可以找明珠姐的。其实就这样简单,教,我们要被教育,也是教育我们的会员。我想找什么, 要让客户。那为什么这些人?就像广告一样。所以才说广告,而不是问候词,也不是自我介绍,也不是产品介绍,而是告诉我们的。那你看,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用刚刚那个案例,来宾是不是有留下来的印象说,这个人是专业的健将。当有这样需求的时候,我就去找这个人。这是专业呈现,我们要表达。那BMI其实非常简单,我要讲一个BMI,刚刚教练讲了那么多,我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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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比较喜欢把它简单讲,BMI非常简单,简单什么东西就是。它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是来这边,我帮你介绍生意,你帮我介绍生意。我们是来互相帮忙的,一个团体。所以做的方法就是说,我是来成长我的事业,我是来让我的生意更好、我是来让我的事业更好,可是我是表现我的品格、给人家看。我表现我的专业,给人家看的时候,我的会员看到了,因为我知道的就是呢, 然後我教他的時候,他有機會自然就會把我生意帶來 那我先做什麼呢? 那個道理很簡單,就是我們要如果 我希望一個人,他能夠對你笑的時候 就是我最不用花成本的方式,就是對他微笑 那一樣,我們希望我們的會員幫我們找更多生意的時候 我們就也幫他找生意 在這邊就是一個曬句循環,一直循環 然後我們幫的人不奢求他一定會報給我們 因為他也許現在沒有那個機會 可是我們其他會員有一個回轉的有沒有 一個善性的循環,我們在組這樣的團隊 剛剛我跟方鈺講,方鈺可以打斷你三分鐘嗎? 我請你講我們剛剛在談話的內容 就是邀來賓這一塊 對,就是剛剛我們得到的那個很簡單的 由最清晰的表達給他們,為什麼要來這邊組團隊 邀來賓最主要目的就是 假設你現在就已經有自己的團隊的話 那你還需要來這邊找那些人嗎? 就是我們來這邊請你邀來的人 是要去邀那些可以跟你配合的人 可以跟你合作的人 可是目前並沒有跟你達成合作關係的人 所以其實不論是陌生的 你都可以去 如果對你自己有幫助的話 你盡量把他也要過來這邊 因為你用自己的力量在跟別人談合作的時候 他不曉得你到底算哪根衝啊? 他也不曉得你到底是背後有什麼龐大的魯脈群 可是你一旦要他來這邊,他也看到這整個氛圍了 看到這整個氛圍了 你馬上就把自己抬了不少了,你知道嗎? 那對方跟你合作意願是不是跟著就 他覺得你這個附加價值太大了 所以他覺得很願意過來 謝謝 因為方鈺今天邀約來的那個來賓喔 他不認識 就是他自己找方鈺的 那我一直在跟方鈺談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邀來賓常常受限一個部分 我認識誰可以帶來誰 不要這種想 不需要這種想法 不是不要,是不需要這種想法 因為我剛剛跟方鈺講一句話是 如果你認識的人 他已經跟你組成團隊 你要他來做什麼? 在BMI裡面是平等的 就是你要去創造去開發更多的生意 能力機會進來 像他今天邀來的那個服飾汽車的那個 林小姐 他看到了這個會議 他喜歡我們 他這樣選擇加入我們 是不是我們就夥伴了 是不是有機會開發我們本身能力之外的 業務團隊 那我們的影響力是不是會更大 那你請問想想看 即使他沒加入 我可以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他沒加入 他可以替你做廣告 加入了就是你的業務團隊 我們就是這樣子 再建立自己的團隊 再架構這個團隊 那BMI其實是一套系統 我們已經有30年的時間做測試 就是在RUN30年了 我們現在所做的都是全世界商務人士 所發明出來最優秀 最有效的業務開發方法 或者是幫你事業成長的方法 那我相信大家都只要把系統學會了 對大家的幫助都非常大 那這其實其實你看 這是我把BMI帶來的想法 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幫助你把事業做大 然後我們在這裡面成為一個 有團隊的一群生意人 我們可以把時間花在最精準的上面 然後多一點時間 留給家人留給自己 這是我覺得做事業可以多一點空白的地方 這是在這邊可以用力的做這個 好 那這是我做的助檢 教練 人呢 好 下去 好 那個感謝我們今天 1 2 3 4 5 留在這邊的會員 謝謝